注意看 当日本名将诸葛亮才 以一套超高难度的动作完成比赛后 除了中国的观众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 接下来的冠军非日本莫属 因为场上众多参赛选手 没有一人能闯进14分大关 几乎大功告成 就当所有人都认为 冠军已经尘埃落定时 此时我们的中国小将滕海斌站了出来 而他接下来的这一跳 直接震惊国际体坛 这是2010年广州亚运会 男子安马决赛现场 这次比赛代表中国出战的是 来自北京的滕海斌 而他这次最大的竞争对手 却是日本的名将诸葛亮才 值得一提的是 诸葛亮才在该项目上实力强悍 连续蝉联两届世销赛的冠军 而我们的小将滕海斌 则是雅典奥运会的安马冠军 两人的相遇掀起一场新风训 终日之争的大战 在广州体育馆一触即发 率先出场的是韩国选手金智勋 他选择了难度系数六星 还是是一个双手撑滑的阵风拳拳 接两个当双腿的并腿拳拳 他接两个直接是都不的并